接下来请收看中佳新闻 您好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距离基隆城市博览会登场 剩下一个月的时间 基隆市长林佑昌抢先开箱 3月21号在记者会上公布 三大主展区以及一处副展区的展场内容 和亮点活动 色彩缤纷的活动主视觉也首度公开 邀请国人到基隆见证这座山海城市的蜕变 以台湾博览会首部曲的高度进行规划设计 基隆市长林佑昌强调 即将在4月22号在基隆登场的 2022城市博览会 与其他大型活动有三大不同之处 第一个基隆的这个城市博览会 我们是以整个城市作为测展的空间 跟其他的这个活动 是在部分的室内空间里面完全不一样 我们不只有室内也有户外 然后以整个大的城市的尺度跟范围来进行总测展 另外第二个是基隆这一次的博览会 有海上的观展的游城 第三有夜间的观展的游城 所以我们的展览的时间呢 室内场的话是从早上的10点一直到晚上的6点 那这个夜间的观展的话 户外是到晚上的9点半 一整座城市作为展场的2022城市博览会 有三大主展场及一个副展场 首先是A展区 室内有两处主要展场 分别在锡二仓库及旧火车站 其中锡二仓库的亮点是这一处沉浸式体验展区 人的高度跟尺度大概是这样 所以是一个比我们上一次 产博会时间的那一个影像的呈现 更巨大 而且空间更宽敞 然后不管是它的高度 还有整个的尺度 会让这个进来观展的民众 它完完全全就是被包覆在整个 情境跟沉浸的这个剧场里面 户外场域部分则是这一座显眼的装置艺术 山海明光 还有即将完工开放的国门广场 将成为开幕活动举办地点 陈博会期间每日都会有户外展演 在火车站的旧站旁有一个山海明光的公共艺术 这个也会配合着陈博会来启用 那在陈博会完成之后呢 山海明光未来在基隆 这个火车站旁边 每天晚上都会有定时定点的一个光雕的一个展演 B展区则包括就议会正兵大楼 正兵渔港及和平岛等区域 规划有基隆潮艺术与海派浪漫光雕秀等 牛昌还透露了一个隐藏版的作品 这个正兵的渔会大楼旁边的那个渔棚的屋顶 也纳入这一次策展的一个范围跟作品 所以当你站到二楼跟站到三楼之后 你会看到在渔棚屋顶上 有一个纸上行旅的插画的作品 这是这一次的一个隐藏版的一个作品 要到二楼到三楼屋顶才看得到 西展区以海科馆为门户 向外延伸到潮进公园和八楼子渔港 其中海洋智能馆在陈伯会期间将免费开放 这一次西展区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这个海洋智能馆的那个开幕 那在我们陈伯会期间 那个都是不收钱 那海科馆会在陈伯会之后 才开始正式的一个营运 K展区则是以刚修复完成的药塞司令官邸为主 涵盖整个沙湾历史文化园区 另外陈伯会的活动主视觉也首度亮相 这次的主视觉色彩缤纷 非常的有活力 那其实就是希望这个呈现的是一种 不一样的活力的基隆的城市的意象 那也抛开过去给大家所这个刻板的一个 湿湿灰灰黑黑暗暗的这种城市的意象 所以它呈现的是一个colorful 然后缤纷多元热情奔放 这样的一个感觉 李游昌表示 这一次陈伯会预计将吸引爆满的民众前来 因此最大的课题在于交通接驳 及参观人潮的餐饮住宿等民生议题 基隆市这方面也发起志工招募计划 获得市民及民间团体的热烈响应 希望在大家携手合作下 让基隆被更多人看见 并成为全台湾城市发展的典范及指标 记者张琪辰基隆报道 在疫情趋缓下 一年一度的基隆童话艺术节活动 3月21号正式启动 活动中的最大亮点 由基隆市41所将近5000位小学生 共同创作的装置艺术 木与培养屋 在基隆海洋广场闪亮登场 2022基隆童话艺术节 我要成为海子王 在基隆市长李又昌 立法人蔡思英与多位市议员 及阳明台电等协办单位 共同主持下 2022基隆童话艺术节正式启动 基隆市长李又昌与立法人蔡思英 共同邀请全国家长 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基隆海洋广场 荣床宇都大冒险 我们今年的儿童艺术节 恢复举办 那其实这个是大家期待已久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来宣布这个好消息 那精彩可期 那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4月初的儿童节的这个期间 大家可以到基隆来走走看看 有很多精彩的这些活动 还有展演的这些活动 不管是我们基隆的小朋友 还是我们外信市的小朋友 爸爸妈妈我们通通都欢迎 欢迎大家儿童节到基隆来玩 那我非常感谢右昌市长 过去这几年来 努力的推动基隆的童话艺术节 每一次活动都有很多人来到 我们基隆这个地方 其中今年基隆童话艺术节活动 最大亮点的这座装置艺术 Nature Hour Gift 是由台电与基隆在地艺术家 李其鸿合作 邀请41所学校近5000名基隆小学生 共同创作 一个个随风摇曳的小雨滴 融入人员再生的永续概念 所谓的共创就是希望说 能够把人跟环境共生的关系 来带给我们这个大朋友跟小朋友 基隆由于我们台湾 也有很多的风跟光 这些都是听说北 所以我们希望说 能够把绿能融入我们的生活 大家都是听说小孩一起来 推动环境跟永续 希望带着小朋友去思考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气候 可是我们可以改变观看的眼光 然后跟他相处的方式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 一年一年的这些雨滴的计划 让我们基隆小朋友 用不一样的视角 来看看我们的城市 那会对我们城市 会产生更大不一样的他们的想法 另外每年都大力赞助 基隆童话艺术节活动的 阳明海运旗下 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 也配合从四月推出 海运小职人体验营 让小朋友透过操作 学习当个小船员 这个艺术节我们的主角就是小朋友 所以在今年的活动 我们这个基隆 我们自己阳明的文化艺术馆 我们也有推出一个小小的 海运职人的体验营 那服务的对象从三岁到十岁 所以如果小朋友 我们基隆港大概就是海运 我们阳明海运 就是以基隆港为出发点 所以基隆永远都是我们的根 除了海洋广场上 这座醒目的装置艺术 目与培养屋 基隆童话艺术节系列活动 还有与商家合作扫描QR Code的 找找小雨滴 及假日限定拼贴创作的 手作活动 山与海的祝福 以及在儿童节连续假期 登场的童话艺术剧场等 欢迎大家一起到基隆 成为孩子王 我要成为孩子王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导 基隆市环保局近来发现 有许多不守规矩的民众 直接把垃圾倒在 中正路656项口 因此已经加装 可以移动式的监视器 并且在两个礼拜左右 开出50多张的罚单 可以依罚除以 1200元到6000元不等的罚还 呼吁民众务必遵守规定 不要乱倒垃圾 避免受罚伤了荷包 不管是骑着机车 倒完垃圾就走 还是走路双手拎着垃圾 就直接倒在中正路656项口 都被基隆市环保局装设的 可移动式监视器 入个正着 两个礼拜左右 就开出了50多张的罚单 依法每张罚单可以处罚 1200元到6000元不等的罚还 就是要谢谢中正区公所 有架设的那个告示牌 然后我们要提醒民众 不要在这边乱丢垃圾 然后宣导民众不要在这边 任意气质垃圾 然后如果任意气质被抓到 会罚费气质清理法 1200到6000元 这两周已经大概有 告发了50几件 任意气质垃圾的案件 就是因为环保局近来发现 有许多不守规矩的民众 直接把垃圾倒在中正路656项口 因此已经加装可移动式监视器 希望遏止乱到垃圾的歪风 中正区公所也呼吁民众 务必遵守规定不要乱到垃圾 避免受罚伤的荷包 我们近来发现 在这个区域有许多民众 都不遵照规定乱丢 家父的垃圾在各个角落 所以我们已经树立告示牌 希望我们附近的居民 能够遵守规定 而且我们环保局 也已经利用科技执法的设备 都入到所有违法的行为 在这边还是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居民 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以免你撕了荷包 而且又造成黄金的专任 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协助 谢谢 环保局治安科呼吁民众 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因为乱到垃圾的一举一动 都被录得一清二楚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推广原民美食跟部落特产 基隆市府民政处打造全新原民市集 第一个假日 在原住民文化会馆旁边的广场市营运 吸引大批游客前往相当热闹 阿美族人在台上跳舞 一首接着一首舞蹈 炒热现场气氛 广场前市集人潮不断 客人挑选适合的手工艺品 有皮包 钥匙环 每个都是精致工艺 我要介绍的是泰鲁阁组的产品 这都是手做的 这是那个多家手工艺 多家 它就是多多的利用 多多的丰收 然后就把我们原住民的艺能 发扬出去 然后这是竹林的眼神 然后这个也可以做装饰 这都是那个泰鲁阁组的支部 它还是会有象征竹林的灵性 就是他们的竹林的眼睛 其中原住民的图腾 怎么说 我觉得图腾都很有特别 还蛮有意思的 还有意思的 另一头飘来真正的鲁味香 另一头飘来真正的鲁味香 各种特制鲁味 光是看得令人失指大动 因为我们有加原住民的 我不知道怎么讲 原住民的原料就在这样 有刺中跟奶糕在那边一起 味道会比较好 就是看个人 有些人应该也是差不多 还有传统的原住民美食 更是吸引民众来抢购 才开卖没多久就抢购一空 这个是花曼 花曼 对 我们这边抓的 哇 这边抓你的韓国布 你要晒多久 十个小时 我们这个用心的 跟飞鱼一样 跟飞鱼一样嘛 对啊 这个用心的 这是飞鱼 对 这个是飞鱼 这个就是飞鱼 对 这个是飞鱼 飞鱼干 对 飞鱼干 也是 这算是你们的主食吗 还是 原住民的 鱼鱼 原住民的这个鱼鱼就对了 对 吃起来感觉是怎么样 跟那个 这个多少钱啦 九孔一样 一样 这个算是零食吗 还是说主食 这个也是主食啊 这方面它也是可以做配酒的食材 很好 它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有 零食三个月 大家来玩 顺便来买原住民美食 所以你这会来挖宝就对了 是啊 吃的保障 这里是原住民市集 为了推广原民美食及部落特色 金融市政府民政处 这次结合了北区各地的原住民店家 在金融原民文化会馆广场 打造富有特色的假日市集 市营运的首日 就吸引不少民众来消费 原住民市集中午在签盘完完之后 不容易今天市营运 那我们也筹划了很久 因为希望能够活络整个海滨地区 包括原住民会馆地区的一个经济 同时也希望让我们原住民的一些 传统的农产品 还有一些食品 或者是一些文串的作品 能让更多的市民朋友来分享 那今天是第一个市营运 那预计在每个周六周日 都会来摆设 那特别是在城堡会 4月22到5月2号之间 也是每天都会有原民市集 那我希望透过这样原民市集的呈现 也希望带动整个周遭的一些观光 那我想原民市集 我们也让很多的原住民朋友 展现他的美食 还有一些文创 特别是今天有说摊位是包含他们原住民传统的食物 然后还有他们的传统手工的食品 那我想相信这些东西 能让很多市民朋友了解原住民的一些文化跟地域 那也希望大家有空 在周六周日的时候 来我们原民市会馆 周遭的市集来参观 假日市集的诞生 不只民众开心 族人朋友更是振奋 不少店家发挥创意 不但有美食 还有传统服饰 摊位也兼顾生活 更让外界认识原民文化 男孩子如果要找老婆 男孩子背情人袋 如果没有老婆的要这样子背 侧边 侧边 如果 如果你有喜欢 那个女生喜欢那个男的 他就会拉这个情人袋 如果结婚过的就是背 背这样子 那就不能拉了 从3月19号开始 在我们基隆市原住民会馆旁的一个广场 开始我们的一个原民市集 一直会持续到6月底 我想在这个地方 其实是我们基隆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住民的聚落 我想这样的一个市集 会展现出 我们原住民族在基隆的一个活力 那也藉由这样的一个表演 让我们的 不管是本地的市民 或者是外地的观察客 可以了解说 原来我们基隆 是这么有活力的一个城市 基隆市原住民会馆的所在地 那我想这边有一个这么好 这么大的一个广场 那今天市政府办这个原住民市集 我想这个可以让很多游客来这边 看到我们原住民最真 那跳舞 把这原住民呈现出来说 原住民的特色 原住民的舞蹈把它发扬出来 也筹瓦了好久 我们希望能够在基隆市 有这样一个原住民市集 能够带动我们原住民的一些的 经济的一个效应 大家都非常的这样的一个热络 当然有开始 总有一些的 一些的很多的事情需要改善的 但是我们有心 会把这样的一个市集 慢慢的把它弄好 弄得更棒 让我们基隆市的原住民 另外的这样的一个 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能够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 经济的一个效益 也能够让他们对这样的一个 经济的观念也能够学习到 我想因为色彩屋这几年非常夯 那街上阿根纳造船茶 那其实我们原民会馆的后山 其实是最适合看基隆宇的一个 Fu的点 以前很多人都不了解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市集 带动周遭 包括色彩屋阿根纳 乃至整个正面 整个周遭的一些区域 那结合我们原民会馆的一个 德天独厚的一个地方 带动我们整个一个观光栏带 那当然包含这个朝靖 这个朝靖到那个海客馆 这一条路从北宁路到中正路这边来 其实就是我们基隆市政府 现在在促销整个我们 这边的观光地带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景点 那当然包含结合和平岛 现在整个和平岛的一个 一个推动包含这个部分 是我们重点的一个推动包含 民政处推广原民假日市集 让当地原民带来了观光彩 原民也乐在其中 把更多的特色美食及服饰 分享给大家 记者 黄绍铭 金融报导 都可以到晚了 都可以到北方丑在哪里 也还非常称ani agrupal 如果有所谓赏的 可 vantage 既是一来的 非常市场 如果吧 自铭 青 在彰 这边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这整等 求财不应的香客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裁员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心众怨仰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为在七堵区卫生所二楼的七堵赋能巷弄长照站 除了动静态课程非常受到长者的喜爱之外 七堵区卫生所用心针对长者的需求 购买的座椅取代一般经常使用的铁椅或是塑胶椅 由于非常方便安全更是掳获长者的心 坐在一张价值三千元符合长辈的椅子上 既安全又舒适 七堵妇能巷弄长照站的长者 赞誉有加爱不释手 自己都想买一张 因为有了这张椅子的时候 我们可以划出来以后 人就可以从这边出来了 就可以扶着桌子扶着这个 就可以起 因为现在老人关节不好的很多 前天我们那个淑女就是专门 也是替大家服务量温度 注意消毒的这位长者 他也是82岁了 结果就是下公车的时候 忽然感觉到气概没有力 差一点摔倒 后来我就问他说 坐这个椅子怎么样 他说这个椅子我坐得很舒服 就是转起来 这样子上课 要起来什么都很方便 自己也想买一张 我自己也想买一张 我说这个椅子怎么这么好坐 因为它比较柔软 而且冬天坐起来也比较软糊 从前我们坐那个田椅子 感觉冰凉凉的 这个感觉温度更好了 就是有这个人 对这个物的之间的一种联系 感觉有一种温暖 位在七堵区卫生所二楼的 七堵赋能巷弄长照站 除了动静态课程 非常受到长者的喜爱之外 七堵区卫生所用心 针对长者的需求 所购买的座椅 取代一般经常使用的铁椅 或是塑胶椅 由于非常方便安全 更是辱获长者的心 最主要是这个椅子 它是辅合那个长辈的一个需求 因为像这个椅子 刚刚有那个 我们有班长在介绍 它在坐下的时候 在旋转的时候 它就可以在就定位 所以不管说它是打算起身 它只要转个身 之后就可以起来 或者是想要上课 坐下来之后就转个身 然后就可以开始画画 书法写作那些 其实都很适合他们 其实最主要是要符合一个 长辈的一个需求 所以很多长辈跟我们说 我们换了这个椅子之后 他们觉得这个椅子 非常的适合他们 把钱用在刀口上 购买符合长者需求的座椅 七堵区卫生所的用心和贴心 让长者们十分窝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人爱国小高年级的小朋友们 从一年级入学以来 都没有练过大队接力 主要原因是没有操场 如今操场完工启用 孩子们如愿在PU跑道上奔跑 首度拿到接力棒 每个人都相当的兴奋 终于有操场了 人爱国小五年级 和六年级的孩子特别兴奋 因为从一年级开始 他们都没有练过大队接力 首度拿到接力棒 开心的在PU跑道上奔驰 我现在是五年级 我终于有新操场可以玩了 从一年级等到五年级 然后我现在才有操场可以用 所以我很开心 大队接力那么好玩 我终于练到接棒了 感觉很好 因为下课有地方可以玩 我们的操场好大好好玩 很开心 四年前其实学校的操场已经非常老旧了 那经过这一次的重整 我们不但有了全新的操场 那整个篮球架也都做了更新 那目前其实已经大致都完成了 只剩下停车场的行人出口的位置 如果在完工以后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完整 而且一个全新的操场 长期关注人爱国小发展的市议员童子伟 以校友的身份回娘家 看到崭新的操场相当感动 还记得在我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 第一次师座的PU跑道 那大概在二十几年后 刚好利用这个重大工程的机会 帮我们人爱国小更新了一座完整 在市中心非常漂亮的操场 那我们小朋友呢 有些小朋友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刚好才第一次使用到操场 在施工的过程中 我有特别跟市政府协调一个教育处 协调一个这个临时操场 让小朋友至少还有空间可以使用 那两年过后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工程做到一定的段落 但是还有一些行政程序上 包含新一国小那边还没完工 所以我们特别协调副市长 帮我们人爱国小先争取 在行政程序的配套上面 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优先来 使用已经完工的操场 所以这要感谢市政府及教育处的支持帮忙 那我相信我们的小朋友 还有我们这个校长主任 都会好好的利用这个空间 来让小朋友上课 今年迈入125岁的人爱国小 等到最后停车场路口工程完成后 将在孝心当天 以崭新的面貌与大家见面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中家新闻和轻松电台FM96.9联合播出 欢迎一起收听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